那接着我们来看经文里面讲 或者也有人去说 五音也是这样 这边谈的五音就谈的是色寿想行事 我们有时候现在做以后寿 或者现在做现在寿 因为现在很讲究现世报 甚至人道做天道寿 或者人道做三恶道寿恶报嘛 都有的 所以不论你怎么讲一做一寿 他谈的意思就是相续不断的意思 没有什么差事 譬如有人讲此岸彼岸 中流都叫红河 举恒河为例 从这边的这个岸到那边 然后包括中间的这些河水流动 这一整条叫做河流 叫做恒河 到夏天的时候 两岸相去甚远 为什么 因为夏天雨水少嘛 河水干河了 这雨水比较多 夏天印度 他是九月 七月八月九月的时候 夏安居的时候 正是印度雨量最多的 所以佛陀才去结夏安居嘛 方便出家人聚在一起修行 因为在暴雨的时候往外去化圆 有诸多不便 夏天的时候雨量多 所以有没有就看起来两岸之间相距很遥远 然后秋时二岸相距则进 因为秋冬雨量减少 河水干河 就显得两岸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 说无常定向 或大或小 虽负增减 人皆为何 不论夏天秋天雨量多寡 造成了两岸之间看似距离的拉长 或者是缩短 我们都称之聊河 称之为恒河 这是没有问题 这是释迦牟尼佛 以现象界众生可以看见的东西 去做一个比喻 或者有人说 不对 这个不适合 智人一说有意不意 他有一些聪明人会说 他下他的相同跟不同的地方 就是各有自己的论据 有人说不论夏秋 河水增减都叫做红河 有人却不这样子认为 角度不一样 他说五阴也是 有人认为这个五阴有庙 是相续的 有人不认为 智人一说 急作急寿 亦作亦寿 这边所谓的智人 相对的就有余人 原者那些外道的人 或者不明究竟道理的人 智人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你看佛陀讲一个空 对不对 同样的一个字 落在外道 还有凡夫的眼里 那个空就不一样 外道的断灭空 对不对 然后凡夫的有没有 完空 跟佛陀所讲的空的那种 空有不二的空 他又截然不一样 所以同样一个语句表示 在智慧的人 他是通达之后 他所讲的东西 是全面性的 不通达的人 站在一个角度去思维 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 他就有失偏颇 我过去刚学到的时候 陈菊去一个坛主家里面 早上九点多才起来烧香 我去敲门 他九点多起来 然后呢 把我迎到家客厅以后 他讲 等我一下我去烧香 我说啊 你怎么现在烧香 原来起得早就早烧 起得晚就晚烧 然后他点香的时候 有没有 就拿一个火柴 以前有火柴棒 就当当当就把它点上去 或许说好像似乎不是很恭敬 他说我看到以前的前辈者 就是这样在做的 实际上这边的道理也是一样 有的前辈能做的事情 你不能做 为什么 前辈不论怎么做 他的恭敬心没有丢失 就像我们的季光老师 游戏封城 对不对 他有一些的行为 是不合乎一般的世俗的眼光的 他去做 可以 我们去做 你可能就照因果 因为我们没有达到 那样的一个修为 那样的一个火候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可能就夹带了 所谓的轻慢的意思在里面 就像我们曾经读过故事 这个有一些大师 他要破他地址的 那个所谓的着相的空 就问他们 你们在拜谁 他我们在拜佛 他佛在哪里 就大殿上那尊佛像啊 于是老师就拿根棍子 把佛像打碎了 那你现在还在拜谁 佛像不在了 老师可以演这个把戏 徒儿可以演吗 不可以 老师演是明明白白清楚 我们拜的是自信佛 外在的佛像礼敬 但是戒相是为了往里面去观的 他在明理之下 他做的这么一个视线 他不照因果 可是我们说 哎呀我们就把他打破 那个就叫做出佛身险 因为你是在不明旧理之下 你所犯的错 所以有的时候 不要别人做 你就跟着做 你也要想想看 别人是什么人 他的火候在哪里 他火候如果不到呢 他自己担罪嘛 所以我们有一些人 在学佛的过程里面 早期都喜欢讲啊 一贯到拜 祭公佛佛 祭公宋朝人 就不是吃素的人啊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吃素呢 我们郭不论 祭公老师他吃素吃荤 佛陀能够酒肉穿藏过 佛祖心中做 我们能吗 我就讲嘛 人家吃鸡肉 跟吃死颗狼是一样的感觉 死颗狼是什么 就是在过去的粪池里面 以前不是抽水马桶 然后他那个大粪 就是在粪坑里面嘛 所以有一些的虫类 他是专门吃大便的 他会推那个大便 到他的巢穴里面 所以死颗狼 是很臭的一个东西啊 这些真正的大夺者 他对于山珍海味 跟那种所谓的 不堪食用的东西 他是平等性 他没有分别的 大家设尊者的视线 你没有看到吗 人家吃了烧水进去 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没有分别 我们捏着鼻子往下灌 灌下去以后 光心理作用 就让你上吐下泄了 心理带动生理 所以不是别人能做的事情 我们就能做 你要看看自己的火候 同样在讲一个空 智人他有不同的解释 跟我们凡夫所做的顽空的解释就不一样 他如意若位现在在讲 假如你认为恒河为什么不可以当两岸之间 为什么不能像人家讲的这一岸那一岸中间加起来叫做恒河 你有你的看法 你认为二岸是土 中流是河 河神是河 是亿不燃 中流是水 何以故 他说啊 恒河不是这样讲的 这两岸呢 都是土 对不对 中间流的是水 那恒河是什么呢 就是住在中间水里面那个河神叫做恒河 他也有他的看法 我们到大概还不会往这边去想 你如果这样讲 你的想法就错了 若神是河 河故复言 河清河浊 如果你坚持认定 住在中间有水的那个地方的河神 才叫做恒河 那怎么会有人说 恒河的水清啊 恒河的水浊呢 对不对 神还有清根浊之别吗 他说有此岸有彼岸 然后中流生前到一大海 可渡不渡 他说有这一岸也有那一岸 对不对 然后沿着这个河 可以到大海里面 你要不要这样去走而已啊 他只是在这边告诉我们 即便对一个河流的定义 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 是不是 有人称河神叫做恒河 那各位前显 当我们在称淡水河的时候 你是指淡水河的河神吗 你是不是涵盖那一整条都在内 包括两岸 两岸是一个界线吗 包括中间的水 如果没有水还叫做河吗 意思是说 人性不同各如其面 当人性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的角度怎样都不重要 问题意味我们有我值 有我值带有主观意识 他就会偏颇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意识一直调整掉 调整到以圣人之意为己意啊 那这个学习就跟三部里有直接的关系了 所以既然知道我们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之前 各个人所见都略有不同 你要何必在一件事情来的时候 那么坚固执着自己的想法不肯退让呢 你就认定一定要如此啊 你认定别人是恶意啊 或者你认定别人是怎样呢 不需要这样子 就像我们在路上走路嘛 碰到人一下 我们一般人讲对不起就没事了 如果你很坚持 就是你故意撞我的 这么一条大路 你哪儿不撞 你撞到我身上 他就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他的起接叫做圣物性如意 不要太认为自己想的都一定是对的 因为我们还有太多不明白的事情啊 既然没有达到究竟圆满的智慧 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想的 我们看的 我们决定的 就一定是最高的准则呢 那就太过流于武断了 他就讲嘛 他接着又举述 他说譬如有述 则有神居 若无述者 神河所居 他刚刚讲河神嘛 河神叫做横河 佛陀就举什么 举树神 树神一公尺以上的树 他就有可能有树神 树神是什么 鬼灵精怪 各位要去注意 不是神在树上修炼啊 是那些鬼道的众生 或者三妖水怪的众生 他见到一些栖息的地方 他会附在上面 不是正神啊 各位前贤 所以不要见到什么大树公我就拜啊 去拔背啊 问受理啊 你都不要做这种行为 但是你也不要因为讲这一句话 你就随便踩踩他啊 给他拔一个须啊 在旁边撒一泡尿啊 你去侮辱他 他万一这个树上有神呢 有那种鬼灵精怪呢 鬼灵精怪可是有强烈的我知 他没有我知 怎么会降落到鬼道去呢 你把他惹火了 那就不好玩哦 有的时候 佛是不会被我们惹火 越是低下人越容易惹火 没听过一句话吗 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嘛 于是佛陀讲 何之与神 一应如是 树有树神 何也有何神 那你能够说这个树 就是指那个树神吗 应该不是嘛 那你为什么坚持认定 这个恒河 就是指住在恒河里面的神呢 说事故彼此二岸 中流次地不断走明为何 所以应该是两岸 包括中间 连续不断在流动的水 所有加起来 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恒河啊 所以当我们对于 这个义里有这样透彻认识的时候 事故可言 极之语义 五音义耳 就是你能够真的 对于道理明白透彻 你才能说极作极寿 因作因寿 因为我们所谓的极作极寿 因作因寿 他跟佛陀所讲的不一样 就像那个空意思是不一样 佛陀讲的万法皆空 是指我们的色身四四大甲 地水火风的聚合 但是那一点灵光不空啊 你做恶是身体做的吗 是那一点灵光居住在身体里面 只使这个肉体去造的恶嘛 干这个肉体何事啊 是不是 那将来受罪的还是这个灵光啊 上天堂下地的都是这一点灵光啊 跟这个身体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外道不是这样认为 外道的想法 跟凡夫的想法不一样 凡夫认为一个人的信与不信 是你运气的好坏啦 你运气好的时候有没有 你找到好呀 人去投胎专世啦 那运气比较不好就是什么 上错天堂投错胎了嘛 找到乞丐了嘛 把我们的累次的夜报 就认为运气的好坏 外道不是 外道认为坚固不变的 我的好是永远跟着我的 你的不信是永远跟着你的 这个就是外道所谓的看法 为什么称之为 这个所谓的偏邪 因为他不究竟不圆满 说譬如有人骂 又举一个例子 举人为例子 前面是有人讲和神来反驳 对不对 佛陀就用束神来跟他做比喻 佛陀又讲 譬如有人骂乳贵圣 去辱骂什么 辱骂这个所谓的 这个贫贱的人 辱骂别人 然后因恶口固 脚背所谢 视脚实无恶口之罪 而被所谢 事故不得决定说言 亦做亦寿 急作急受 他这边又在破了 他就譬如有人 凭着血气之用 去辱骂那些的贵族 骂完以后 因为嘴巴在骂人 所以就被什么 要关监牢 关监牢的时候 不是在嘴巴上 跟你上疗靠吧 在你把两个脚 给绑住了嘛 上加索 那骂的也不是 我的脚啊 是我的嘴巴啊 那为什么 我的脚要受罪呢 什么意思 它根本就是一体的嘛 嘴巴会骂人 跟你的脚 谁在里面去承受 六根的主人 嘴巴在骂 脚在受苦 脚在受苦 谁在痛 不是脚在痛 是那个有痛绝的主人在痛的 如果没有灵性在 你的肉体是没有痛绝的 你看那个大体解剖 一口气断掉了以后 怎么割对不对 它都不会痛 也不要打什么 打止痛针 可是有一口气在的时候 你就不能随便割 一个针刺进去 有没有 你都痛个老半天 主人只有一个 然后 六根就是他的仆义 他在成主那个主人 所以你不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不要随便说 一做一受 急做急受 这个都是在否定 前面有那些的外道在讲 那如果说要急做急受 那A做的B也可以受啊 他们在一起啊 佛就举这个例子 他唯有自责可得说言 急做急受 一做一受 佛陀讲我所讲的急做急受 现实报或者人道做 天道受 武道受 对不对 或者三恶道受 那个只有什么 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说的 一般人说的都流于一端啊 不是真正的一个正确的见地啊 譬如气跟油 助火 人工 这么多众缘合合 乃名灯米 这是指以前油灯啊 那我们最起码 我们在所谓的烧香的时候 还会点灯嘛 所以去理解这段话 应该没问题 乳意若为灯明真减 事意不然 何以顾 你不能说 哎呀 今天的灯比较亮一点啊 然后明天的灯 好像又不够亮 是灯亮不亮吗 是里面的灯油够不够 有的时候 跟灯芯有没有关系 都有关系 一个油灯会亮出来 是很多因缘聚会在那边 就像我们的这个店 我们这边如果光 五支光的灯管的时候 它出来的光是不是微弱的 它如果装二十足光 一百足光的呢 它出来的灯就是亮的 那是灯管在亮吗 灯管只是一个条件而已 它跟开关也有关系 那装了开关它就亮吗 它不是还有输电的吗 跟电线有关系 电线呢 你最起码还有一个 台湾电力公司嘛 它如果断电的时候 啥也不会亮 有这么多的一些 外在条件的配合 才有今天的 片式的大放光明 它是指明啊 所以检故不争 来故无检 油极是长 油多明多 油少明少者 事意不燃 可以顾 如果你单纯的只有讲 灯油的关系 因为油多油少 所以才会造成 这个灯的亮度怎么样 它还是不够究竟 它有很多原因 我们在家里面 烧油灯的人就知道 烧佛灯 你看我们那个灯心 如果没有定期把它拉出来 里面的灯油再多 它也是很微弱的 你拉出来 如果它上面烧毁的痕迹很重 你没有去做消减 它也是很微弱的 所以一个灯的亮与否 不是只有跟油有直接的关系 它有很多关系 就像我们的日光灯 有多亮与否 也不是只有灯管的问题 它有其他很多的问题在里面 所以这个禅道 世间一切法是众缘合合的 它不是单一而有的 我们看的不究竟 就容易留于一端 所以油无常固 有劲有烧 油这个东西 它经过一段燃烧的时候 它就烧完了 如其常在因恶念著 如果它永远都在 它不变的话 它就应该常住了 恶念著就是常住 尤其若恶念著 谁能烧尽 如果它永远不变 它会常存 谁能把它烧完 谁都烧不完它的 那我们知道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有相的东西 它都会有尽的时候 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你看我们的色生 80年100年 可是那些维系的浮游生物 朝生暮死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 现在已经在夏天盛夏了 那个资料的声音很多 再过一段时间 你会看到公园里面 地上有很多的资料 因为资料的寿命很短的 只要有相的东西 它都不常住 所以事故至人 亦父说言 单名吉义 五一一二 这么一段 这么多的例子 讲到现在 这些例子都是比较浅的例子 有的时候我们听到 还觉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十七页到二十页的例子 比这个要来繁复啊 所以为了怕大家越听越糊涂 有没有 我就把它给省略掉了 这边都是告诉我们 在没有证悟之前 绝对不要以自己的 所谓的 很狭隘的一个观念 就贸贸然讲出一些 错误的话 去误导了别人 我那天听前前面在讲 这次我们在讲 你们有听到人 就不要再传 我们对道理不明白 你看你讲的东西 都会出问题 我们讲一切有违法 有违的话 不离开沉住坏空 对不对 所以它会带来 很多的烦恼跟挂碍 无违有烦恼吗 无违是真如啊 真如有烦恼吗 没有啊 不要认为世间烦的东西 都是相对的 所以有违法是烦恼 那还有一个无违的烦恼 哪来的无违烦恼啊 白法明文呢 我就没有听过 还有无违烦恼啊 可是当你错误的一句话 脱口而出的时候 那个不明就近的人 他就收起来了 无违的烦恼 你这个讲出去以后 你会笑掉人家的大牙 无违还有烦恼 那我还要羞吗 对不对 反正跳出这个烦恼 又跑到那个烦恼 都在烦恼还要羞吗 无违是真如的代表 真如里面何来烦恼 本来都没有嘛 独立不改 周形不代 独立不改是指本体 什么叫独立不改 没有藏因拖延而生的 道家用这样子来形容 我们的本体 周形不代是形容它的作用 是无远佛界 是什么 是天行见君子 以自强不习的 是它的用没有终结的 同样的一个东西 都在形容体跟用 放在不同的宗教里面 在解释这体用的时候 它用的文字像是不一样的 不能给人家错解 这一错解就一笑大方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前面讲 出口讲道理要小心 举例子举错了 就算了 那个圣人的东西 不能去给它错解掉 所以才讲 佛徒才一直用智人 智人就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你不能只讲一个段落 我们所认为的五因 我们讲色受想行事 是不是 那我们认为五因是凡夫才有的 对不对 阿罗汉有没有五因 你们100%给我的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破了件事二货 他就出三戒 怎么还来五因 阿罗汉也有 请你不要忘记 他的罚我未破 运着运着聚集也 货业也 他对于罚我有职 认为有涅槃的一个常乐 认为生死是一个苦喊 他还在相对当中 他只是比我们凡夫来的高 他不会用这四大假和肢体 去造作一些的恶行 种三道 三界六道轮回果报 他没有 但是就修为的过程里面 他达到究竟圆满吗 没有 他有没有贪嗔痴 有 薄 什么意思 他不是贪涅槃之乐吗 他不贪涅槃之乐 怎么会常住涅槃呢 他不是聚生死苦海吗 他如果不聚生死苦海 他不就趁愿再来吗 有这些东西不就是吃吗 吃叫做无名吗 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义理了解不够清楚 我们就流于流于我们已知的那一个定见而已 就像我们讲四项 只要跟你们提四项 十字八九就跟我讲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是不是 因为刚读完金刚经嘛 所以谈到四项就这四项 那你知不知道 生住意灭也叫做四项 你的信念的生住意灭也叫做四项 你知不知道身体的生老病史也叫做四项 也叫做四三 那如果你今天听人家讲 哎呀你讲生老病史四项 那你怎么这样讲 金刚经不是这样讲 因为你只读金刚经 你没有读涅槃经 涅槃经讲的四项 就是生老病史 还有义奇四项 四项的名称多不多 所以道理有出息为玄尿 不可以得少为多的原因就是 我们要去判别别人讲的对跟错 就是你不能够用自己已知的狭隘的管件 认定他是对跟错 因为学海无涯 所以多听别人讲 与我们是有意而无害的 不听人家讲 像妈告诉后学 有些人不太爱听课 我说不太爱听课就两个原因 很简单 你去省思 第一个我慢 我知道很多了啦 我还听干什么 对不对 第二个 自卑 我每次都都听不懂 那又何必浪费时间 这个我慢没有办法治 这要你自己治 那那个自卑我可以倒告诉你 不需要 那是每一个人起步学习 他的时间早晚造成的那个印象深不深刻 同样的意理你反反复复听 你自然而然能熟能生巧 现在觉得陌生是因为过去生少接触 印象不深啊 如果你不去把不熟悉的东西变成熟悉 你永远会在不熟悉的状态里面瞎修行 盲修下令 所以学到最应该要做的是 回身转熟 你们去看大圣起新论有这一句话 何谓回身转熟 把过去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 不习惯做的事情 但是是应该做的好事 你要熟悉 三不离是好事 以前我们离开学校了 就没有三不离了 有啦 吃喝玩乐的那种倒是蛮多的啦 以前不熟悉你现在要熟悉 以前自我为我自尊自大 现在要把别人放在眼睛里 所以以前不熟悉 现在你要熟悉 懂得尊敬人家 懂得去爱护人家 这个叫做回身转熟 把你熟悉的呢 把他变成不熟悉 以前好吃懒惰 对不对 然后整天做春秋大梦 这个习惯做的事情 现在你把它改掉 透过修行把它改掉 所以修行就是 把过去我们在凡夫地里面 我们习惯为了一己之乐 所做的那些事情 你现在要把它放下来 慢慢的不常去你就忘了 就像我们昆道 哪一个人不追求自己的花容月貌 可是久而久之 在道场的熏悉之下有没有 每一个人都这么朴素淡雅 你也发觉 那个没有粉饰的外表有没有 才是最珍贵最美的 于是久而久之 你也会入境随俗的 这就是把过去熟悉的 现在你放下 那过去你叫我天天帮人家煮饭 我哪有那个兴趣啊 我煮一餐我都把累死掉了 现在就会想到 我在家里煮 我在外面也煮给人家吃 我在家里煮没有厌倦之心 我在外面也没有厌倦之心 这些就叫做回身转手 不熟悉的事情 现在我们要熟悉去做 千万不要说现在不懂 我就放弃学习 那我就先把答案告诉你 未来生继续不懂 绝对不会一口气不来 翘了辫子以后 我们要前程往事 树乎明朗 没有这一回事 阿赖耶士的所有的善法种子 必须你自己把它放进去 别人是放不进去的 所以这都谈 有智慧人谈五音 他谈的透彻 谈万法皆空 他不会落到顽空当中 断灭空里面 可是智慧不足的人 在空的里面就变成断灭空了 所以你读到了一本 这个达摩祖师的破相论 或血脉论 里面就讲 没有天堂没有地狱 佛是不持戒人 哎呀佛都不持戒 我们持什么戒 佛是无作人 佛什么都不做 我们要做什么 太有为了吧 你就没有想过 那几句话的意思在哪里 就我们的本心而言 有天堂有地狱吗 没有啊 都是飘飘在天堂 对天堂说地狱 对地狱说天堂 就你我而言 哪来这些分别 都没有 什么叫无作 无作是不住的意思啊 佛为什么不持戒 因为人家本性复明 从心所欲都不预举了 他干嘛要天天念那个戒 那我们在凡腹地里面 我们有我职 我们万法都不空 样样好的东西养据为己有 你如果不持戒的时候 你就不能克己复礼 但你成佛以后你要持戒吗 不必啊 你习惯成自然的 所以都不可以由一个文字的表述 就断章取义了 他就会误导自己啊 所以有人说阿滴耶语 这是一个在印度那边的一个乡下语 就像我们台湾有很多地方语言一样 是阿滴耶语久已过去不在基日 他像这个阿滴耶语 这个阿滴耶人都已经成为过去 这个物种都已经消灭了 不在现在 可是那个会说阿滴耶语的人 世人相传次第不灭 故得称为阿滴耶语 现在讲的人 是过去讲的人吗 不是 那个人早就走掉了 可是现在讲的人 是不是从过去的人里面学过来的 一定嘛 我们的今天是不是延续着昨天而来 我们的明天是不是延续着今天而去 这是说不落断灭的意思 你不能说我现在是这样子 我就没有过去 我就没有未来 只谈现在 你的现在跟过去跟未来是息息相关的 过去如果是光明的 你的现在一定是真善美 过去如果是写取的 你现在就是乌云造顶 那重点是在于 如果知道自己现在的不好 是来自于过去重的因 我现在调整 未来生不就没问题了吗 所以智者一说是阿滴耶语 非阿滴耶语 虽负是非拒不失礼 可是有智慧人会说 这个是阿滴耶语 这个不是阿滴耶语 虽然有智慧人的说法 不一定 但是都站得住脚 什么意思 一把大刀 挥在不同的人的手里面 它是不同结果 智者说的是阿滴 说他是阿滴耶语 是说这个话 从世俗地而讲 过去人传下来的 确确实的叫做阿滴耶语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 那什么叫非阿滴耶语 就真实的角度而言 这个已经不是最早的那一个人了 原始的一个创作者了 就像我们在讲世俗礼 讲世俗的东西的时候 叫做俗地礼 俗地礼里面 有没有家庭 有 有没有父母 有没有子女 有没有身体 有没有心理变化 有 都有 所以你看在六祖谈经 机缘品里面 有人谈常 会有人大师跟他说无常 因为你执着这个 我就用无常破 有人说佛性是常 佛说佛性是无常 如果佛性是常 怎么还会做坏事呢 怎么还会沉沦呢 那有人说那佛性是常 佛性是无常 佛说佛性不是无常 佛性是常 所以佛是站在 所谓的圣意地 圣意地就是里面 真理 从真理的角度来看 它有分两个区块的 就真理而言 有没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各位前嫌 没有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思我一个东西 过去二十多年的修行 把这个倒弄得很妙 弄得太有一点光怪陆离了 我醒悟我自己 实际上什么叫修道 修道就是活得像个人吧 把自己里面自信的德性 把它找出来 当你为人子 你进孝道 这个就是修道 你只进你自己的道 你不管别人 别人做好做坏 他家的事情 当你在这个社会上 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的时候 你要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如此而已 所谓的修道就是 把里面本来所有美好的东西 你要把它找出来 然后发扬光大而已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事情 没有那么多的事情 那那么多的事情 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有 因为每一个人的遭遇不一样 每一个人体会不一样 所谓有人问后学 三宝是要跟神沟通吗 就浅见来讲 是跟谁沟通 跟上天老母沟通 那我请问你 真正的神在哪里 真正的老母在哪里 不就是你的佛性吗 你看圣经不是有讲吗 上帝创造人之后 他有离开人吗 没有啊 我们的里面就是上帝的殿堂啊 你要让发光啊 意思是一样的 那如果对更高一点的人讲 三宝是什么 三宝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那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修行 给一个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但是老师的弟子 不同的根器啊 不同的根器 就要给他不同的方法 就这么简单 先往里面沟通 才能往外面去传达 连里面的老母 我们都找不到 你外面去找哪一个老母 你认为那一盏佛灯 代表老母吗 就认定那个像啊 后学的母亲高速 他在大陆求道 佛灯不是那样摆的是三个酱油碟子 然后一个棉花线 躺在酱油碟子里面 早期的油灯啊 导油迪亚 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老母灯 叫做两宜灯 哪像现在这么庄严 所以你不要只灼在像的上面 那么多的像 其实都是让我们破一个我像而已啦 从跟这么多的像里面去看到自己的我 只有多重 你所有的修行科目只有一个方向 克服你自己 超越你自己 用你的真主人领导你自己 其他的都是虚妄的 其他的都是给我们一个力士练心的机会而已啊 如果只在外境上去打转去琢磨去用功 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我在想啊讲了那么多道理回归到后面 还真的觉得无可说了 现在确实觉得无可说了 为什么 如人饮水能卵自知啊 谈到真地里 他真的无可说 跟无可说当中你非要去说 为什么 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办 能说的都是俗地理 就是随意的每一个人的需求不同 跟你讲你的 讲你的药方在于哪里 我们那么多的病从哪里来的 从一个心有病而来 心如果无病 你何来这么多的病痛产生呢 好好坏坏都是心造的 所以修到最后就是超越自己 那一颗心你要超越 那个超越就很累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永远都会带着自己的影子走路嘛 是不是啊 就是带着我们的习惯啊 你要把习惯放下来 习惯放下来 好的要发扬光大 不好的要把它弃之如必喜 所以你说他是阿滴也语 说他不是阿滴也语 都站得住脚 但是有智慧的人说这个 他不落两端 没有智慧的人就是因无所语了 你看 不是有徒弟两个人 在争吵嘛 就进来找师傅分辨嘛 甲跟甲就说他自己的立场 师傅说对 乙也说他的立场 师傅也说对 最后丙就说了 老师 甲跟乙都说他们对 你也都说对 那到底谁对 老师说你也对 那老师为什么这样讲 离开了主观意识 离开了主观意识 你们确确实实 从你们的角度看 你们讲的东西都没有错啊 就是因为你认为没错 你才会起对立嘛 你坚持不肯退嘛 老师是一个高修为的人嘛 他把他的主观意识抛掉 他站在最顶端来看大家的时候 你们大家都对呀 可是我们一般人如果 根本没有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有人说 哎呀 甲对 乙对 丙也对 为什么都对 我哪知道 我们讲的什么都对 就是你根本什么都不清楚 那叫附和的对 所以为什么一直佛陀一直讲 智者可以说 可以说是 可以说 这个道理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那样说 因为他万变不离其中 可是我们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你就老老实实 学一样 说一样 不要自己去胡乱包装 包到后面就变成四不像 所以有人拒负 又来再比一个例子 有人拒负 虽是中断 生父丧末 才当入官 这是印度当时的一个法律 就是不论你家里有多少的财富 如果家里没有生男孩子 注意男孩子 女生不可以 那么将来所有的家产 随着这个家里面最后一个男生死掉了 父亲死掉了 后代只有女儿没有儿子 家产全部要冲到国家里面去的 印度早期也有强烈的重男亲女 其实我看世界各国随着整个时代的演变 早期都是男尊女卑的 为什么 钱到应运 生虽是 是就是你的香火中断 那死了以后才就末关了 有人就这样 如是财务一刀属我 有人就站出来抗议啊 这个钱财 这一家的钱财不能够充公 应该要归我 于是 这个执行的法官就问啊 是财如何一作一首 这个财富明明就是别人的 是那个有钱人死后 没有后世才冲冠 怎么会变成你的呢 这个叫做一作一数 他所种的财富怎么会跑到你这里来呢 世人赋言 我是王者第七世孙 那个人的财富有没有 我虽然不是他当时的下面的 我是后面的第七世孙 这就是只加财来延续下来 所以赤地不断 爷爷生爸爸 爸爸生儿子 儿子是孙子 孙子生什么 真孙生一大堆 生到我第七世 所以你怎么能说那个钱跟我不相干呢 这个有好处啊 八竿子都打不到的关系 都能够牵扯的关系 如果有责任啊 那真的是一刀两断 都理得很清楚 他就讲啊 他说我是他的第七世孙 所以财富应该要属于我 这个法官一想 有道理 血脉相连下来嘛 如是如是 如如所说 就像你讲的 这个财富应该归你 这是告诉我们 他说智者说言 五音一耳 极作极寿 亦作亦寿 他这么多前面讲的 讲到灯火 然后又讲到这个财富 又讲到嘴巴骂人 脚在受罪 这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 有的时候是现世报 现做现受 对不对 有的时候是前面做 过去做 后面再受 不要以为因果就是 我这一辈子做 我下一辈子受 未必 他要看你善业恶业 成熟的时间的次第 还有善业恶业所占的比例的大小 重业先报 清业后报 所以再饿的人 他都会有一线生机 因为他不会饿到十二不赦 如果真的十二不赦 就在阿比地狱出不来了 那再好的人 只要六道轮回没有出 你不要看眼前的花团景处 那不过是一时的光鲜亮丽啊 等到这个福想完了 没有在福中在照善的时候 恶报呈现出来 那就很可怕 所以我们现在所受的是 我们过去生善业基的多 不表示我们后面没有恶业正在成行 所以看到有些人他生病 禁欲不佳 你也不要说哎呀你一定修不好 未必 不要这么武断 有的人是盲点没找出来 有的人是他修得好 他的姻缘成熟 到这边该告老还乡了 给他一个病痛去硝冤解液 过去先佛在讯文里面 讲到了硝冤解液的定义 有一部分就是如此 所以有人生病 有人破财 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所谓的 恶业的成熟 有人不是 有人是善业的成熟 借着他的无量劫 最后一次的一点小小的过错 把这个过都消了 以后再不入轮回了 因为你要不入轮回 就是必须跟六道众生的恶 要把它劫清楚 所以我们对于人家所遭受的 我们都要善解 那对于自己所遭受的 你就要比较严苛一点 所以如意若畏 五因作业 成已变过 如果你认为 这个设身去做的恶 做完了 就不见了 过去了 成为过去 过去也不存在 世生犹在业无所依啊 虽然这个身体还在 但是这个行为 业是行为 行为已经过去了 他没有在依附在这个身上 所以若业无依便是无业 舍失生意 云和得报 我过去做的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又没有做 所以我为什么要受这个报 如果你这样认为就错了 事意不然何以过 一切过业代体代死 重点在这一句话 所有我们造作的身口意的行为 善跟恶 他什么时候成熟 他等到一个因缘忌讳的时候 他就成熟 什么时间 我们不知道 因为你我没有寿命通 也没有天眼通 但是他从来不落空亡 他等到代体代死 就是因缘忌讳 他就会起现行 现行就是作用 有作用我们就会感受到 善业带来善果的快乐 恶业带来恶果的可怕 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要多出击良才 对里面消灭自己的无名 对外面去广结善缘 就是让我们有一天 恶业即将成熟的时候 我们有去 所谓的消底恶业的 这样的一个本钱存在 所以修自己 外面帮助别人 都不要去中断 不要认为一些小事 就不乐的去帮人家 或许有个习惯 我比较节俭 节俭也是因为 早期的经济环境 不是很好 早期后学买酱油 都喜欢 买任何东西 不是酱油 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 便宜是最重要 我只比价钱 反正那个材质 对我而言 我真的分不出来 当然穿上身上 舒不舒服 是有感觉了 可是便宜是最重要 那到后来 经济略有点好转 习惯已经养成了 养成的时候 那个东西比较昂贵 就认为花不了手 还是习惯买那么 三十块钱 好大 很大的一罐 后来才知道 那个叫做化学酱油 那是酱油的酿造商讲 这个酱油纯豆酿出来 要多少时间 它的成本在多少 还经过偷销烧 那三十块钱 一千cc 它不是化学是什么 你买的人 就应该要知道啊 那我买的人 确实不知道 我只知道它便宜 便宜的就起来有志了 那到后来 现在明白了 又喜欢身体健康一点 可是 又舍不得花大钱 我跟我先生 刚结婚的时候 他就知道 我会常常去什么 加勒福啊 去买东西 我就提醒他 进去值得买打折的 没有打折的不准买 因为我觉得都很贵 我先生常常跟我讲一句话 走这么一趟路有没有 只有买打折的 有时候就省个三十块五十块 你也觉得划得来吗 我说走路是练身体啊 开车划不来 走路怎么会划不来呢 不是大家还要去外面 登山锻炼身体吗 我就这样子走路练身 有什么划不来 刚开始他会念 但是夫妻啊 在一起久了 他会互相熏悉的 他后来就被我养成习惯了 他买东西也看有没有打折 所以其实我们 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 我不是说我是善知识 因为你跟善知识久了 他身上好的习信 你会学过来 那现在不是有 常常看到一些高档品会打折 一打折我就 这个所谓的心里面就很高兴 我一高兴我就会通知很多人去买 以前我看到打折的时候 Costco有打折我也去 我会叫我妹妹带着我去 因为她有卡 去到那边的时候 哦看到那个面包特价 我也买 这个特价我也买 买一堆以后太多了 有没有 回过头来一人一半 我这样子已经好几年都没有感觉到 有一天我买回去的时候 我先生说 诶 你怎么今天我有记账习惯 你花了一两千块 你买什么 我说我去Costco买东西 他说你买什么 我说买了一些面包买一些东西 他说我怎么没看到 我说其他的分出去了 我先就跟我讲一句话 你觉得你划算吗 我才想到好像不太对 便宜的分出去 有没有 好像跟原价一样 而且比原价还贵 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你省下钱 很多人在享用不是一样吗 回避东西一定要自己吃 而且如果对于自己的亲人都很吝啬 有没有 那将来能够去实行大爱吗 就不能了 那我现在看到 前两天又看到 有些很好的油的品质打字 我又听了 又通知到情 哎呀不要买 不要买 买一送一样 然后回家我就心里在想 哎呀 这么多的油 哇 开玩笑 五六箱呢 我以前我骑摩托车 我还可以分几次就送 现在骑脚车我根本都抬不了 我心里想 怎么又做这种事情呢 借着一想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后面还有江树井啊 还有汽车啊 找他就好 一次就带过来 其实讲这个话意思就是说啊 有的时候我们在谈很多东西 你不要疏忽掉 物以善小而不为 我们站在很多角度看 可能你会有意思的不方便 意思的不方便 不方便是为乎其为 可是对很多人而言 可能他会省下一些的钱财 做其他的一个方向 方向的作用 当然对在座很多前嫌 经济很宽裕的人 你是不在乎这些 我是蛮在意这些东西的 他比较高档 或许讲这段话意思是说 你不要轻忽你每一天 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放进去的好跟恶 虽然他是为乎其为的 可是只要有一粒种子 丢进去了 不论那个种子多么微细 代体代死 他一定会有上天提供的 他外在条件的配合 让他去成熟的 你今天给别人方便 来日别人就给你方便 如是而已 像后学买一些东西 有时候偷他们 哎呀这边十块钱 这边八十 那边六十五块 我当然选六十五块的 那不是也偷别人去买吗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人可以行善的机会很多 这就是布斯杜前面讲的 世间人 岂有极平到没有身体了 你有身体 你就能与人结善缘 虽然你没有钱财 虽然我们没有智慧 虽然我们没有其他的能力 但是两只腿还在 两个手还在 你就可以帮人提提 帮人走走 他也无妨的 其实谈布斯度里面 佛陀一直在告诉我们 不要轻忽你所丢出去的力量 是多么微薄 那个微薄的力量 都能带给人家什么 美好的一个感觉 别人给你美好的感觉 你铭记在心 你给别人 别人也铭记在心 就像我去坐火车 我从花莲回来 我买的是站票 我进去我就知道没票 我愿意站着嘛 只希望快点回来 可是当别人告诉我 我这个位置 我们不敢坐啊 人家包车厢嘛 然后有人告诉我 哎呀 跟其他人讲 你们看看后面 人家那个人没位置坐 那我们是不是 认识人集在一起 因为我们有朋友 已经离开了 然后把最后的位置 让给他坐 他如果没有把它集一集 在中间 我们哪敢去坐 听到那个话 那个心里面的温暖 你知道吗 真的很舒服耶 其他人就开始调整 如果没有一个人去带头 有没有 他们不也就是 零零散散 各聚各的位置 一个人站两个位置 你好意思坐他旁边吗 不好意思 因为那是人家买的票 只是他的朋友 提早走了 所以那位置空出来了 物以善小而不为啊 低头弯腰 剪一片玻璃 剪一张纸旋 他都是一个善行 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环保局就不需要 那么劳实动众 每一个人都不这样做 这个环境就很糟了 所以代体代死 事情做完了 从来不会成为过去 不会化为过眼云烟 他是等待另外一个时期 他会东山再起 所以我们希望自己 近未来生 所迎接的都是美好的事物 你现在生 就是意思的恶业都不要跟人家去做 意思的恶都不要去跟人家结 口恶 行恶 义恶都不要 还有橘子 譬如橘子因橘而生 从酸 这个是醋而甜 醋就代表 代表酸 他这个橘子 是因为有橘素 因橘而生 是因为有橘素嘛 然后他会从酸的 然后变成甜的 还没有成熟嘛 人为橘子 种植柿子 柿子 根精 叶 华生果 皆稀不醋 人为了要吃这个橘子 就要去种这个橘素 那种橘素 要先去播种 这个种子播下去以后 然后有外在因缘的醋合 生根 然后发精 然后有叶 有花 有果 这种整个的过程里面 从种子开始 种子不酸吧 种子没有味道 对不对 最起码他不酸 橘子的酸 不会在种子里面含肠出来 根也不酸 还在土里面 叶子也不酸 到了果子 食到果熟 醋味则发 他说等到这个水果成熟 橘子成熟了 然后橘子拿下来吃的时候 发觉有的会有酸味 对不对 于是佛陀就讲 如是醋味分分无几 像这个橘子 你吃的时候吃到的这个酸味 并不是他开始没有 现在无中生有跑出来 不是 亦非无缘 也不是无来的 不要认为 本来这个橘子 从我种下去的种子 就不酸 为什么长出来会有酸的呢 他说乃是过去本果因缘 生口异业异附如是 这个种子 原本是从哪一棵树下来 那棵树上面 它本来就会有一些比较 就是品质不太好的 你拿了这样的果实的种子 去种植的时候 那是不是出来的东西 没有经过改良 还是一样 会酸酸的 就像我们 我们现在没有造恶业 但是所有现在承受的恶果 都是过去所种下来的 这个过去有可能是过去生 过去两生 也可能无量节 甚至有可能是你昨天做的 你昨天做的 现在要去承受嘛 是不是 那你今天做的 可能明天就受 所以人都不要去轻忽啊 佛陀一直在强调 不要认为你现在的遭遇 其来无至 我都没有做啊 为什么要轮到我 他都是呢 凡事必有前因啊 他又引用我们吃的橘子而言 种子也没有发酸啊 叶子也没酸啊 根也没酸 为什么长出来的果子是酸的啊 那你没有问到 那个种子从哪里来的啊 是不是啊 你阿赖也是 没有这些恶法的种子 你就不会造作恶行吗 他其来有致 总之是今天种的吗 谁知道哪年哪月种下去的 总就是我们自己去亲手播种 最后要自己去承担这个果报啊 所以若言誓言住何处者 誓业住何处 假然又再来反问 那这个造作的业 他跑到哪里呢 这个行为跑到哪里了 我现在没做啊 他在哪里呢 他说事业住于过去世中 代食代气得受果报 他又在讲 佛陀又在讲 你现在没做 好像看似这个行为是过去 他就停留在过去 就像我们阿赖也是寒肠嘛 寒肠那么多的累结以来的种子 他等到一个食节因缘 代食就是食节因缘 代气就是因缘聚会了 你要投胎转世了 你要投胎转世了 你就用不同的一个气界的身 来去受报 气界身很多嘛 三界里面都有气界身嘛 是不是 三二道也是气界身啊 所以就好像 如人服药金于食节 药虽消灭 食道则发好利好色 就像有人吃药 吃药一段时间以后 然后不吃了 可是我们的身体 越来越健康了 请问你 你药没吃了 你的身体好了 有没有药的帮助 有啊 你不能说 那个药没有用啦 我吃了那么久都没有用 然后我今天不吃它好了 你没有前面吃药 你今天会好吗 是不是 就像我们在讲 哎呀我吃饱了 你是最后那一口吃饱的吗 前面的很多的饭量 囤积进来 才累积那个饱足感嘛 吃门水库满了 是最后一滴雨水进去 才满的吗 前面如果没有累积 一滴雨水成的了作用吗 都成不了作用 这都是佛陀 不断的用现象界 我们都会遇到的事情 在告诉我们 不要埋怨啊 哎呀那个人 机器人是一个人 他为什么太大了 这么一个简单的 因缘果报的道理 都会让我们的道清 道清拿不出来 在我遇到的道清里面 有这种例子 他反反复复问候学一句话 指他的亲人 我知道我这个亲人 做事都不端 可是他到老了 现在八九十岁 现在还在享福 善恶皆有报 哪有公平 各位前行 你看即便求道力清空 对因缘果报还有疑惑呢 怀疑 这个人不好 那为什么到老还在享福 那是因为你看不到他的过去生 那是因为你看不到他的过去生 如果我们学到 你都不能肯定过去生 那你学什么 你不是断灭空吗 所以他对道一直蒙 没有办法蒙发道心啊 但是他保持吃素 所以你看那个观念没有办法修正 所以破见是二破不容易啊 你要出三界 第一个要有正之间 连佛说的因缘果报 你都有怀疑 那个吃素的动机也无非就是 希望身体健康嘛 那那个吃素的动机也不存证明 那不健康了你就吃啦 是不是 他说生口意业亦复如是啊 透过生口意所造作的一切善行恶行 虽父过灭食道则寿 眼前虽然没有再做 但是已经做的 不会过去了就没有了 等到时间到 因缘际会则寿 果报就来了 所以譬如小儿 又在举小孩子 所以这边用了很多的例子在举 小孩子初所学士 虽念念念 无有助处 但是然至百年亦不亡师 小孩子开始学东西 他学完了 然后长大了对不对 他看似没有把过去的事情都记下来 看似没有把它比之于书啊 可是都含长在阿赖耶士 到老都忘不了 你看我们到现在 五十年六十年 我们的阿赖耶士里面所积存的回忆 是不是从小到大 凡所有经历过的事情 几几乎都是在里面 不会流失掉啊 有的时候你刻意想 想不起来 可是不经意外面有一个劲 会带动那个思维 往那个方向去运作 你看他没有把它记下来 但是在阿赖耶士里面 虽自百年也不亡师 他不会消失 是过去也亦富如是 人所做的善行跟恶行也是如此 你不去记录他 他也不会凭空消失的 虽无助处时到至受 你不要问那我过去做的行为 他跑到哪里去了 他时间到了 他就会让你看到他到哪里去了 他从来没有离开你 他就在你的阿赖耶士里面 等待一个时机姻缘 所以我们技工老师不是讲一句话吗 有人在学到 希望学到能够改变命运 学了五年十年好像也没有发大财 哎呀我这个 可能带到不到老师 有什么 因为这个这些比较少了 你看那个衣服穿的 天空白孔有没有 带不到老师 但找一个 比较好的老师 那你找这 找唯魔觉当老师啊 他是视线最有钱的老师啊 是不是 我们老师就讲嘛 入我们不穷 不会因为你拜我济光为师 你就变得跟我一样穷 这济光老师是穷吗 他不穷耶 人家是富家子耶 是把万贯家财舍掉做善 然后一身顿入空门 因为了解一切皆空嘛 身带来死带不去 所以唯有放下才能够逍遥自在 人家是大觉悟者耶 你看人家的衣服 我告诉你 真正有钱人身上挂的都是假的 然后我们看的都是真的 为什么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嘛 郭台妹的老婆如果出来 手上带了一个塑胶 你一定想 哎呀这是新的品种 你绝对不会想他是假的 为什么 给我们的既有观念嘛 我就算是带了一个钻石 然后上面写这是真的 还挂了保证书 你们会骗人的啦 为什么 他怎么可能有 酒头都差不多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我们喜欢以貌取人嘛 那真正的圣贤 他常常跳脱我们的想法 所以为什么讲尊敬先佛 因为五百年一圣贤 失之于交臂 那个再来人来的时候 他不会这个龙腾虎耀的 他永远是所谓的韬光养晦的 他不是现高高在上的那种 风光华丽之相 他就是默默寒藏在众生里面 让你觉得他好欺负 让你觉得他不值得一顾 通常这种人 他就是再来人视线的地方 他外圆他内方 你怎么打我 你这边打我就往这边倒 你这边打我往那边倒 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不违背我的良心本性 我什么都做 可是我们对于这种人 常常能偷情果 好欺负嘛 所以你尊敬先佛 第一条是见相要见性 不要被那个幻象给迷了 这个人光鲜亮丽 要再来人大 大菩萨 这个人看起来 那辣辣辣辣 刚好我们所想的 跟性灵所想的 都点头拜 所以弥勒四线 布袋和尚的时候 那么多人拜弥勒佛 居然跟布袋和尚 失之于交臂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四线一个 比较漂亮的样子嘛 四线那样子 大大的肚子 有没有一件 疯疯癫癫癫的样子 人家就看不起 所以真正十五条佛龟 有他的生意的 你尊敬先佛 就是普行恭敬 不要去轻蔑人 尤其我们越轻近的人 越容易在言语态度上 去轻蔑对方 所以你的恭敬 要从家里面施行 夫妻的一个恭敬 然后对于儿女的恭敬 但是儿女的恭敬 顶多是你对他 不要那样子的大呼小叫 没有说你做错 你要跟他下跪 而且你们要给我听清楚 尊卑之分 你不要叫错了 普行恭敬 不分倾诉远近之别 所以做的事情 不会随着时间消灭 阿赖也是寒肠的功能 这么厉害 六万多年 他不会消失掉 我告诉你 不是六万多年而已 三大阿生期节 他都不会消失掉 你为什么修到 要三大阿生期节时间 用三大阿生期节 把恶法的种子搬出去 让善法的种子 自动浮出来 我们才能够 从心所欲 而不于举 一切作为 就变成帅性之味道了 事故言 非因作因寿 亦复不得非因寿也 这段话就是有俗地理跟真地理 他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知道 不是这个五音色身肉体做的 也不是五音色身肉体在寿的 谁发号施令 那一点灵光 那一点灵光 发号施令 让这个色身肉体去做 将来承受 也是那一点色身灵光 那一点色身 那一点灵光 下地狱的是一点灵光 这才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如果是色身 地狱的刑罚 就不会那么长了 因为折腾两年 就差不多死掉了 就因为不是色身 那一点灵光 入火不焚 入水不腻 烧也烧不死 砍也砍不死 那结果就不断的 在里面去承受痛苦 可怕就在这里 那可乐的也在这里 为什么 所有修的善 将来是自己受 自己在结受那个果 所以非因作因寿 这是指真地理 但是 亦父不得非因寿因作 但是 真地不离俗地 这一点灵光 它重要要记在一个地方上面 是不是 所以它记在人身上 就我们人生在寿嘛 也没有离开这个 我们的夜暴嘛 现在看似一切挫折的逆境 是不是这个身体在承受 我没钱吃饭呢 我天寒没有衣服 可以遮寒呢 好像是这个身体在承受 对不对 他也没有离开 对不对 做的 确确实实 不是五阴射身做 瘦的也不是五阴射受做 但是每一个人看的 这个角度的深浅不一样 有人认为是这个射身做 是这个射身受 是这个射身受 他也没错啊 理解吗 这是真地理 这是俗地理 所以若能了了通达世事 世人则能或无上果 所以我们不是常讲吗 常讲一句话 理是要通达 理上讲是这样子 事上讲又不是这样子 理上讲万法皆空 事项上讲 缘起假有 有没有 有 他不空 讲的是假有 就是他有一个时间性的存在 那就理项上讲 所有的事情 必尽空 无所得 他起了之后 深住意面 念念相续不断 他最后无所得 但是就事项上讲的时候 在那个深住意面的当中 他存在的时间的长短 带给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 这就是理跟世的一个差别 所以你能够了解理世的差别 了解什么叫圣意地 圣意地就是真地理 什么叫俗地 俗地就是我们常讲的生面门 圣意地是真如门 俗地就是什么 就是生面门 圣意地就是不二法门 圣意地就是一般若 那其他的呢 其他就是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从一个本体流出去的 可是智慧通达 怎么讲都对 智慧不通达就容易流于断章取义 所以那后面这一段的经文呢 他还是要往再不断地做比喻 那时间性的问题 我们留时间给我们超市讲师做一些的交代 剩下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前嫌分享 感谢天师的 谢谢各位前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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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